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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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跟小華一同去參觀一個攝影的展覽 那麼有一幅攝影的作品 是上寫途中的照片 吸引了這個爸爸跟小華 拍攝的裡面的內容是一群孩子 背著書包嘻嘻哈哈的在走路 這個標題叫上寫途中 非常的生動 可是小華說 題目寫錯了 爸爸問 怎麼錯呢 小華講 應該是放寫途中 因為上寫哪有那麼開心 還有道理 你看了這個應該有一種審物 有一種審物 現在最快樂的人是誰? 是瑜伽室 是修行是最快樂的一件事情 不是說像那條歌一樣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這條歌 我的快樂就是想你 當一個瑜伽室 你當瑜伽室了 就了解世間法 世間所有一切的真諦 你了解了出世間一切的真諦 你真的了解了真理 把真理實現了 這個就是瑜伽室 真正的瑜伽室 所以我懂了這個道理 其實這個漂亮不漂亮是另外非事 漂亮不漂亮 你的光頭 你掉 你的光頭 做一個真正的瑜伽室 我真的要喜歡我 你真的有點 approximate 你對我來說